大家好 大家好 這邊是超強系列 沒有錯 我是超強 今天呢 又來到了一個新單元喔 這個單元叫做 看新聞學韓文 因為我其實一直在想 如果我一直照著課本上面的方式來教大家韓文 那麼大家應該會覺得很boring吧 然後我的view數就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常常就不想找我做業配 我就沒有錢 我就沒有錢 我就不能活著 我就不能 幫你們做更多影片對不對 所以你們知道要怎麼幫助我了嗎 每一集我現在就要幫我底下呢 按個訂閱以及分享 那我們回歸正題 新的單元呢 我就想要每一周呢 挑選一支新聞 藉由這個看這個新聞呢 可以藉機學習一系列五個單字 好不好 每一集五個單字就好了 當然因為不是每個禮拜我都 那麼閒 好不好 尤其是現在已經畢業了 所以如果說這一支影片的view數 有超過一萬的話呢 我會盡我可能的產片 OK 那今天我們要教的這五個字呢 都是這個年輕人用語 韓國年輕人會用的語言 也許你在課本上面看不到 也許你跟老一輩的韓國人 講這些字 他們完全也聽不懂 今天我們要挑選的新聞是 這家月子中心相當有名 過去呢不少名人 包含呢 藝人侯佩成 以及范瑋琦等等 都在這裡坐過月子 有一對新加坡夫妻呢 是除名向蘋果日報來投訴指控 這個月子中心的負責人夫妻 詐騙他們14億元 目前他們已經提告了詐欺 哇哦 這個新聞讓我真的是 非常的髮指哦 第一開始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也震折住了 月子中心被控告詐欺14億耶 哇操 而且這個月子中心 還是有很多的名人啊 指名要來這邊坐月子的月子中心啊 那他的這個負責人呢 李俊玲 還有這個胡白美 他們是一對夫妻 然後就騙了另外一對 這個投資人 他們是新加坡的另外一對富商 等等錢 而且居然是14億 那麼多耶 我們都知道台灣呢 有被譽為這個 詐騙之島的一個稱呼嗎 想念這個名號 非常非常的到味啊 真的是非常的 Jonda Jonda這個字呢 它其實就是很棒 很屌很牛逼耶 好更啊 這種感覺啦 就講說 他同一詞呢 就是之前呢 Big Bang的一首歌 Jero Jero 它就是那種 非常極端很棒的那種形態 我們就叫它 Jonda 大家repeat after me 是 J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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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這個詐騙呢,是這麼一個回事喔 騙人本身呢,是不好的 我們從小到大都會灌輸說 騙人不要騙人喔,不要騙齁 就好像這個案件一樣,有時候騙人騙到齁 走上司法程序這樣就不好了對不對 但是騙人這種東西,它是絕對不好嗎? 其實有時候這個賽的謊言呢 是可以幫助這個世界的 比如說,其實如果今天早餐店阿姨不叫我帥哥的話 我才懶得鳥他,我才懶得去買他的早餐了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傳簡訊給學妹 今天如果她不說她去洗澡的話 我還真的覺得我有機會呢 這個就是騙人的藝術 對,我在騙我自己 所以騙人,有時候,是不錯的喔 這句話呢,它是來自這個 這個,有點像是韓國的Youtube Africa裡面的一個實況主 它讓這句話變得很紅啊 什麼意思呢? 同意嗎? 同意 也就是有點像我們中文的 有沒有 有齁 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要徵求你的同意 但是,我又沒有要你回答 欸,這句話非常實用喔 但我前一陣子也在D card上面呢 也發現了 沒錯,我在用D card 怎麼樣? 怎麼樣嗎? 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則文章 那就是由這一則新聞所發起的 有一對情侶 因為這一則新聞 那我分手實在是太開心了 我最想看人家分手 這時候我們就要說 需要 這個是什麼意思? Keeeejyoo! 就是好爽喔 這不爽啊 好uckle喔 就是當你得到一個 很大的好處的時候呢 Kere! 那邊 女生才會女生 Kere! 這對新加坡的富商呢 他們跟這個騙錢的輔白媚呢 其實是 20年交情好閨蜜 但是居然在一戲之間 突然跟你翻臉 這些騙你的錢 20年欸 我還沒有交過20年這隻朋友 我還不知道那感覺是什麼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友情跟麵包 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我覺得欺騙好友感情這件事情 實在是非常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CP值不高的意思 我覺得友情畢竟是錢買不到東西 但是你知道嗎 自從錄了社會之後 你會發現利益 是會讓人扭曲的 就像我最近看的一部韓國電影 Tempion裡面呢 一部分就是有在講這個友情跟利益之間的一個關係 是一個很不錯的戲劇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喔 順便練一下英文跟韓文 嗯哼 那今天藉由這個社會的新聞案例來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以後在友情之間呢 盡量不要以金錢往來 好不好 不要貪圖一時的利益 而犧牲掉自己可能永遠的好朋友 所以下一次朋友跟你借錢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說 阿咖哩 阿咖哩 閉嘴 給我shut the fuck shut your motherfucking mouth 阿咖哩就是 閉嘴 順便 一掌插啦 這樣大家明白嗎 中文的 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們要教給大家的 五個現代韓國人實用的 語助詞 那如果大家覺得實用的話 麻煩你下幫我點個喜歡喔 還有分享跟你身邊喜歡學習韓文的朋友們 那我們這集就先這樣子啦 如果你推薦哪一個新聞希望我講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下喔 OK 那我是超翔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安妞